爱丽丝加头发时不小心加到肉 桌上的茶壶竟然开始动 随机吐出前来 她不敢相信地再次烫了一下头皮 茶壶竟然再次吐出前来 等约翰回家 就看到爱丽丝满头是血地躺在床上 爱丽丝立马给约翰分享这个好消息 但是约翰明显不相信 爱丽丝一巴掌把约翰打倒在地 只见茶壶里立马吐出很多钱来 约翰却觉得爱丽丝是在恶作剧 爱丽丝立马给她砍空茶壶 然后又踢了约翰一脚 钞票顿时飞出来 约翰却觉得这样不对 他打算把茶壶卖给拍卖会 还好爱丽丝及时赶到拿回了茶壶 也成功说服约翰和她一起赚钱 他们选择去做不打麻药的手术 甚至去纹身 茶壶吐出来的钱也越来越多 但是这天早上 两个男人找上门来 二话不说就先打了约翰一顿 随即在家里到处翻找茶壶 而随着男人尖叫 茶壶里再次吐出钱来 爱丽丝把钱递给他们 谎称茶壶已经被卖掉 两人这才离去